大家好 世界卫生组织谭德塞与安东尼福奇 也就是美国知名的传染兵专家 美国现任的民主党拜登政府的红人 称兄道弟 这个让台湾非常尴尬 因为之前知道川普在任的时候 台湾的1450 也就是台湾的网军 曾经攻击过谭德塞 攻击谭德塞 人身攻击 甚至管谭德塞叫什么 叫黑鬼 称他是黑人 然后说是中国的打手 那么现在谭德塞和福奇又称兄道弟 跟美国人又一起来进行防疫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打了自己的脸 他不知道这个后面怎么接下去了 当年你被你骂的那个谭德塞 被台湾人骂的谭德塞 现在美国人跟人称兄道弟了 那你现在台湾人该怎么做呢 继续骂 继续骂就是不给美国人面子 不继续骂 不继续骂就打自己的脸 台湾人很难 跟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后的第一天 他便开始了扭转前总统特朗普做出的诸多 让美国从国际社会退群的举措 其中除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拜登还宣布美国将重新回到被特朗普当局 在新冠疫情期间不断攻击和污蔑 进而退出的世界卫生组织 而对于去年曾经多次攻击和污蔑世卫组织 更盼望着与特朗普当局另起炉灶的台湾民进党当局来说 美国新政府的这一举动宛若一记大耳光 重重的抽在了他们的脸上 那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的报道 美国将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 是由如今将为拜登当局全面操持 美国防疫工作的知名传染病专家 安东尼·福奇于周四宣布的 在代表美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一场最新的视频会议时 福奇宣布了美国会继续留在该组织 并会继续为该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决定 福奇还称他未能宣布此事而感到骄傲 同时福奇还在会议中做出了一番与特朗普当局截然不同的表态 他不仅郑重感谢了世界卫生组织 在应对这场疫情时发挥的积极作用 还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换作我亲爱的朋友 此前美国特朗普当局不仅将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的责任 怪罪给世卫组织 特朗普更是多次将谭德塞说成是中国的傀儡 如今面对代表美国拜登当局的福奇所展现出的新的姿态 世界卫生组织也当即对美国的归来表示欢迎 谭德塞本人更同样亲切的将福奇称为我的托尼兄弟 称兄道弟了 然而去年曾跟着特朗普一级攻击世卫组织 发动网络水军对谭德塞本人进行种族主义攻击的台湾当局来说 这一幕就颇为尴尬 那么中央社台湾中央社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 标题中流露出明显的郁闷之情 中央社的标题特意突出了美国称谭德塞是亲爱朋友的那种 中央社的标题是说 那么拜登上台态度大不同 美国称谭德塞是亲爱朋友 你从这个标题上可以看 就是台湾当局对谭德塞还是有一种憎恨 但是现在的自己的盟友自己的老大跟谭德塞成形道地 自己又不好在骂谭德塞 所以你看台湾当局这种网络上的这个标题 还有对谭德塞同样一个人 前后不一的报道 前后不一的这种报道口径评价的标准 台湾媒体其实也是跟着什么 就是跟着政治在走 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媒体 也不是有自己独立观察的 他跟着这个指挥棒在走 指挥棒让你骂谭德塞 你就得骂谭德塞 指挥棒让你夸他 你就得夸他 只是现在比较尴尬 等谭德塞和这个福奇 和美国政府走到一起以后 台湾当局就得夸了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看 到时候夸谭德塞要夸成什么样子 台湾人会非常尴尬的 在境外社交网络上 一些气急败坏的台独分子 只能气得胡乱骂街 有的说什么拜登是中国傀儡和间谍 还有则在继续对 谭德塞进行种族主义的侮辱 你可以看台湾人 他还是没有理解政治 另外也没有理解里边发生的一切 他认定谭德塞是坏人 就以为谭德塞真是坏人了 他并不知道谭德塞跟好坏没有关系 国际组织这件事没有好坏 没有好坏啊 但是台湾当局如果不这么说 就不能忽悠台湾老百姓 所以我说台湾老百姓悲哀的地方就在这 台湾老百姓自己被台湾当局忽悠了 但是自己认为自己掌握了到真理 你从这个事上看可以看啊 台湾当局他把老百姓欺骗成什么样子 台湾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真相 谭德塞好也好坏也好都是台湾当局编造出来的 那你看看台湾当局编造大陆有些事情 我觉得台湾人能信吗 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台湾人 你不看我频道你都不知道地缘政治怎么回事吧 台湾人那些节目给你讲吗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啊 有时候你觉得台湾人好像什么都知道了 其实台湾人还是井底之蛙